一旦跟基層脫節 這個執政就變得很危險 而且很容易叻 變得驕傲自打 人就驕傲自打因為我有權力啊 堅持和基層站一起韓國瑜傾聽民意 也含化國民黨絕無分裂本錢 2020 我一直講是中華民國生死保衛戰 因為再這樣下去真的 台灣的前途是非常危險 那民進黨已經推出來了 看看柯P什麼時候出來 我認為他一定會出來 國民黨這邊 大家這些會生會飲的 不要再搞下去了 因為沒有意義嘛 職業2020將會是三強鼎立局面 韓國瑜接地氣更凝聚明星 全歸功於17年陳前 在南部這邊幹的高雄市長 才深深感覺到 南北發展不平衡 所以說應該來講 最重視高雄跟南部發展 絕對是韓國瑜 因為我已經看到問題了 我受過傷摔過膠 失敗過 前後17年 也就是說我44歲到60歲 基本上是離開政壇的 所以我真的是比較能傾聽民意 九合一大選一人就全黨 韓流力久不衰 7號藍茵開到聚集 再轉陸軍實力 台下鐵粉紛紛表明 為韓而來 你就看到賣螃蟹老闆講 不用幹 有一隻螃蟹爬起來 其他螃蟹就把它拉下來了 所以螃蟹永遠爬不出來 你要有一隻螃蟹爬快一點 其他螃蟹就把它拽下來 這不像台灣嗎 要是一起吃 對 今天我們國民黨的執政 稍微表現好一點 綠軍拉 2020生死存亡戰 勢必非韓不可 韓國瑜創意螃蟹說 韓話民進黨別鎖死台灣未來 卻更像說給黨內同志聽 記者台北高雄綜合報導